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降了5度左右 那中部地区就在28 南部在29度 东半部地区呢 现在目前也已经到达了28度了 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我们就来看看雷达了 雷达上面呈现出来的就是 早上的时候有些水器告 通过台湾的阳明山以北的北部海面 所以呢 使得北部的海岸线部分 有一点点的短暂雨 台北地区只有雨量多 过了桃园 新竹 以南的话 阳光都露脸 那目前山区有一点点雾的状况 零星的一些云层 江雨的形态来说 其实都是偏少的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封面的水器带已经逐渐的东移了 而北方的冷高压系统 今天晚上会下来 带进来一点点微弱的东北风 不过这个高压因为偏弱 所以晚上的温度在北部略降 中南部没有影响啊 那目前的话呢 在大陆的华南这边 又形成另外一道滞流封面了 我们接着就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整个天气形态来说 随着这道滞流封面的出现 这就告诉大家说 明天下午以后 这个云层再接近的时候 江雨的状况在周五的晚上开始的时候呢 北部地区雨的部分又要增多 加上北方的高压开始下来 带进来东北风 这股东北风预估在周六跟周日 北部的温度会降到14度 湿凉的感觉在周六跟周日有 到周一周二全台湾天晴 因为高压洞移进入东海了 风向变东风 所以呢清明连续假期 前两天北部雨多 那中南部只有零星飘点雨 后两天的天气状况 在儿童节跟清明节 全台湾都是天气晴朗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 在夜晚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偏凉 白天的温度状况 明天东北风再增强一些 北部地区有点短暂雨 但你可以注意哦 冷空气过不了 苗栗火炎山 相对的白天温度略降 但天气状况来说是晴朗的 到了南部地区中午舒适 东半部地区的话 早晚有点地形降雨 而外岛地区夜晚天气 比较偏了 还是提醒大家 沿海阵风要偏大咯 海边城镇 骑车要注意